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回是一个海巡队涂装的 难道他们只是涂装不一样吗 这个新款的羽翔黑鹰增加了很多很多的功能 完全跟它不一样了 什么GPS 光流定位 摄像头 甚至还能一键到飞 一键返航 我天哪 这个瞬间让我感觉之前几个月的时间 在模拟器上练悬停都毫无意义了 那么它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赶紧来看看吧 首先是它这回的包装箱 这回的包装箱是一个非常非常精美的铝合金包装箱 防磕碰 然后两个开关 这个里面呢 把直升机包裹的非常非常的到位 直升机在这边 然后这边有遥控器 然后这边是电池充电器 充电器 还有小配件什么的 反正这个包装箱跟上一代比 是完全的升级了 这款直升机呢 起步就是全套 然后呢 它分为两款啊 一个是带这个摄像头图传 不带摄像头图传的是3300 然后带这个摄像头图传的是要加150块钱 3450左右 然后我们来看看所有的东西 这个直升机 待会我们再看 然后这个是电池 智能电池两块 我的这个是两块 然后它标配是带一个灯的 这个灯这个位置换掉 就是差这个摄像头图传的 这个我们待会再看一下效果 然后这一套呢 充电器 充电线 充电器和充电座 还配了一个转弯插头 这个在大陆估计就用不上这个了 这充电器还比较方便吧 平红头一插 然后这边一插 然后这个线一连就可以充电了 而且它边充 这块还边会显示电压 然后等充满的时候 它就会显示一个另外的一个状态 电池呢 是3S1350 好像30C的力卷物电池 据说给这架飞机可以飞十多分钟 到时候我们外场试飞再看看 然后还有一堆小配件 4个片主权翼 备用主权翼 主权翼的硬度还是可以的 它这是混碳的尼龙材质 还有小螺丝刀 两个小轮子 备用轮子 这东西能把轮子飞掉吗 还有备用围剪 还有一堆的小螺丝 应该是拧机身拧机壳的 还有呢 就是一个8通道的遥控器了 里面需要装4级5号电池 行了 我们赶紧来看看这架直升机吧 黑鹰嘛 大家都很熟悉 世界上非常非常著名的通用直升机 这个呢就不够得介绍了 这架直升机反正从外观上看啊 就是和这个均绿色的黑鹰 从材质啊 结构上啊 都基本上一样啊 四叶的悬翼头 然后硬壳的塑料喷漆 但是这个呢 这回这个是海岸巡逻队的涂装 它的颜色也变成从这个亚光喷漆啊 变成这个亮面的喷漆 有点用烤漆的感觉 但是我乍一看啊 我还是觉得这个墨绿的黑鹰 它可能涂装上更有质感 但是这个真的是非常鲜亮 很精美 很精美的感觉 它的细节呢 依然还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你看鸡头的雨刷呀 然后各种小天线 小细节垫 卯钉 这个舱门 这个舱门跟军用板的一样 都是可以向后打开一点的 包括这边也是 都可以向后打开 然后后面的尾梁上也是 卯钉刻线 真的太丰富了 这个象征细节 非常非常漂亮 很精美 然后起车架呢 还是有避震的 非常可爱啊 很可爱 这边也是 动力上呢 是两个双无刷电机直驱 主旋翼 这也是直驱的 然后尾电机 这个也是直驱的 然后呢 我们看看遥控器 这个遥控器的手感 我觉得不错 就是很圆润 包括这个边啊 后面这还仿碳纹的 很漂亮 手感很舒服 然后八通道的遥控器 它已经和这个黑鹰匹配好了 拿出来就可以用 然后上面几个开关 它这个功能多了很多啊 刚才说 上面这几个开关呢 分别是这个 这个是最基本的 这是一个上锁和解锁 但是看什么书上啊 就是说这个开关在空中千万千万注意 只要一拨立马停转 就是你再拨回去 再解锁 它也不会动了 而且连舵机都会锁住 所以这个只能在紧急情况下使用 因为锁上就代表动力完全停止 包括操控没了 然后这个就是智能模式和手动模式 这个就是智能模式 手动模式 智能模式呢 就是所有的这些功能啊 都可以使 手动模式下呢 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还是有自稳的啊 就是撒杆飞机还是直升机 还是改平 这个手动模式 跟我们传统的航母直升机 意义的手动模式还不一样 所以也算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 然后打到智能模式之后 这些功能就可以使了 这个真的是功能非常全 对新手太友好了 这个位置是打开 这个是光流定位状态 GPS和一键返航 光流定位呢 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它的下室光流阵 这个位置 这个传感器来定位 但是它需要在 就是一般我们在室内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光流定位 然后地面呢 还需要不能有反光 纹理要清晰 然后高度呢 它是6米之内可以 然后室外 我们就可以用到这个GPS模式了 这边呢 是两个智能航线 然后它这个开关是一个 向上回弹和向下回弹 就是拨一下 然后开始一个新型航线 向下拨一下 是一个圆形航线 就待会我们去外面试试 遥控器开机之后 它显示功能也非常多 甚至我的机头指向都显示出来了 然后还有速度 高度 距离我 反航点的距离 直升机的电池安装依然和上一代黑影一样 就是从下部安装 然后长按 就开机了 然后这个灯也是随之就亮了 然后左红 又绿 对 现在得让它先静置一下 好了 然后顶部还有一个 这个是状态指示灯 就是你在不同状态下 它的什么手动啊 智能啊 光流定位 GPS啊 它的灯的颜色不一样的 尾部还有一个防撞的小红灯 哦 基辅还有一个小灯 反正这个象征细节真的是做的太足了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5.8G的迷你图传 这个是一个25毫瓦的小图传 这个图传发射器是插在这个位置 图传在这儿 然后这个把这个螺丝往上一拧就可以了 它是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这个电源线呢 就是插到电池上来供电 行 我就不给它宁死了 因为这架飞机我不太想拿它飞RFV玩 我们就看看效果 开机 其实就把电池开机 然后这个自己就供电了 这倒集成的挺可爱的 这么点一小玩意儿 然后把屏幕打开 哎 怎么是反的呀 它这个摄像头竟然四个角 还有个黑角 嗯 有点这种侦察机的这种镜头感 然后分辨率这东西就模拟图传吧 就是这样正常的一个状态 嗯 光线好像还可以 看的也算比较清楚 暗处 暗处都是ok的 所以就是玩玩还可以这个东西 体验一下直冲机的FPV 毕竟它有GPS这些智能模式嘛 行了 我们充上电 去外面试飞一下 来吧 我们试飞一下 现在已经收到星了 14颗 解锁 外八 哇 风不小哎 起风了 起风了 起 看看旋径怎么样 定的稳不稳 这GPS模式 可以 这还叫飞直升机吗 看 然后现在地面是草地啊 我试试光流定位能不能定得住 降点高度往前走一点 光流 光流稍微差点 还有点飘 就室外我们能的GPS就ok了 就GPS就行 有 飞一圈 现在是这么慢啊这飞的 风大吧 不是 不是啊 我现在是低速模式 我切到高速模式 这玩意儿 这也太慢了 飞的 这傻瓜型直升机 这太 太好飞了 我可 推杆就往前走 然后想转弯就 就打 打多就行了 就过来了 哈哈 想转的漂亮点 就补点服役 哎呦 我去 太温柔了 太一嘴了 哎呀 这个太慢了 那个 那啥啊 试试啊 试试试 手动模式 试试 其实就是它的这个 呃 其实就是自稳模式 就没有GPS自稳模式 这好像能飞的快一点 哦 呼呼吕 往是飞的快找不着 chall 哦 好快啊 哎呦 呼去 太猛了 不行不行 这有点容易 确实是在室外 还是尽量新手 不要用这个手动模式 它能飞得很猛 切回GPS 这个GPS完全就是一个 纯小白 直接你大概熟悉一下 各个杆的方向就能飞 这太 哎呀我天哪 太ezy了 然后它的这个试试别等 一键倒飞 我们需要飞到现在12米 12米按一下 模式键推 真的倒过来 稍微低一点 看看 傻瓜行倒飞 然后我们要恢复的话 就是爬升爬升超过10米 好 那我们准备翻回去了 去 这个侧着翻 对这个飞机来说有点挑战性 咱们再翻回来 往前翻 往后翻好像还行 我再试一下航线 先来一个圆形航线 诶 它还得爬上去吗 这是个 哦 新型航线 它就在垂直平面上画一个新型 这晚上可以飞个光辉 看不出来 是看不出来 算了 我能 我改出来了 这不行 这个新型航线 看不太出来 来一个圆舟航线 手冷 可插得住 这干嘛呢 这在 哦 这啥意思 这还是个自旋圆轴航线 我靠 这太高级了 这对头的那种 不是 尾巴冲前的圆轴航线 你看有没有 倒飞圆轴 我靠 这还不能 这还调整不了 我靠 那么动 然后切出来 切出来 那个是一个 这一键 自返航 飞远点 好 那个开关呢 切返航 切了 哎 转回来 对证起飞点 往回走 往回走 它到了这个点之后 它到了起飞点上空之后 还平一下 然后对个尾 哇 然后才落 哎 又不落了 落呀 啊下来了 然后它在下落过程中 你还可以适当的调整位置 然后让它落到一个更平的地方 到地之后 它就自动上锁了 太太简单了 直升机 完全不需要我 用我的功力去飞它 通过刚才的试飞 这个新款的这个海巡队的这个款 黑鹰啊 绝对是 性能超级超级强 但是但是啊 一定要注意安全 不要再进飞区 不要在人口稠密区飞它 就算它再好玩 再简单 也不要变成在人群中显卑的这么一个玩意儿 这架飞机呢 确实是 虽然价格高了点 三千多块钱 但是绝对对得起它这个价格 因为它呢 既是一个象征直升机 又有着这种GPS定点啊 定高 然后这种一键返航 光流定位 甚至还能一键倒飞 我去 这个飞控条子简直了 太绝了 机壳也这么漂亮 然后四爷的编剧脚啊 哇 这个放在家里 既是一个摆件 然后出去玩的时候 也是一个随心所欲 拿开就能飞的一个玩意儿 好了 这期测评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